9月5号就要正式登场了 虽然说南台湾受到了风灾的重创 不过主办单位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次的机会 帮台湾加油 多一点点正面的力量 帮台湾加油 庭障奥运就要在台北登场 预估将有两万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庭障选手 跟工作人员来到台湾 要让最好的表现出来 这一股运动家的精神 要让所有的台湾人也能够感受得到 可能小时候一场发高烧 他就失去了听力 他受到这样的一个冲击 跟我们栽民突然受到这样的冲击 也有类似 所以我们希望说用这种诉求 让鼓励大家我们一起走出去这一段冲击 让台湾可以团结在一起 我们也希望9月5号 庭障奥运也变成是我们一个台湾团结 向国际宣誓的一个契机 鼓励坚持永不放弃 庭障奥运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精神 不仅在精神层面帮所有八八水灾的灾民 加油打气 听障奥运更是化为实际行动 听奥的所有票券收入 也要全部捐到八八水灾的重建工程 节目内容做调整 加入为台湾祈福的桥段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实质的去帮助灾民 所以不管是闭幕典礼的所有售票的收入 还有我们的Blue Man家演的场次 我们通通都把它捐到南部灾区的重建 亚洲的第一次台湾的骄傲 听奥进入最后的倒数季时 9月就要正式登场 希望更多的台湾民众 看见正面向上的力量 勇敢的面对难关 当然听障选手的努力 也需要更多的台湾观众进场 为他们加油 重电新闻 红水王志仁 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